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动动你的小手 帮我们订阅 按赞 然后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影片 哈喽 各位汉漫方的学院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林老师 欢迎又回到我们的频道 那今天林老师呢 想要跟各位聊一聊 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梅将军 那我相信各位在很多的媒体当中 都有认识到梅将军 目前在中国大陆 有一些大流行 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因应近期中国呼吸道疾病 发生率上升 最近还观察到肺炎梅将军 从中国流行到台湾 越来越多儿童 因此感染住院 当然了我想各位 应该也在很多的媒体上面 已经知道说 台湾的医学界也在呼吁说 其实大家不用恐慌 它本来就是一个零星会出现的感染的病菌 当然它有一点特别 它用一般的像青霉素那类 头包子树那类的抗争素是无效的 原因是它们有细胞壁 但我想这些知识呢 其实各位都不用紧张 因为虽然说啦 中国大陆据说有九成的梅浆菌是有抗尿性 可是呢 台湾我们也那么严重 但是专家们认为说 我们不见得一定会流行起来 其实它常常在很多人的咽喉 你去做检查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有这一支菌 可是呢 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你身上可能会有菌 但你不一定会感染 原因是你的免疫力够好 好我想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这个有关于梅浆菌 行动的肺炎 这一支菌 我们怎么去用精油来做一个适当的预防 林老师今天呢 找了几篇论文 想跟各位来聊一聊 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知道 这个抗菌很有名的精油 就是茶树 对不对 塞尔维亚 他们科学家做了一篇研究 那当然我们会把连结给各位 那这个塞尔维亚的科学家呢 做了大概两万只的鸡 你大概很难想象 其实很多这种蛋鸡 他们事实上都一直有梅浆菌的感染 那当然为了让鸡蛋有好的品质 其实他们可能饰料里面都加了抗生素 在这篇论文里面 他就做了三种的四环素 目前来讲 第一线的治疗梅浆菌的抗生素 是俗称的日酥 是红梅素那类的 那第二线的就是四环素 那在这些蛋鸡 用了三种不同的四环素 常用给蛋鸡的 加在饰料里面的抗生素 跟用茶树精油来做对照 结果发现了 在等量的情况之下 茶树精油的效果 不输给抗生素 那他们所产的鸡蛋的品质 是一样的好 而且它更没有四环素 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可能产生的负重 当然这篇论文蛮不错的 提供各位做参考 茶树完胜了 那第二篇论文呢 意大利做的论文 那这个意大利的论文呢 他们用各位很常见的精油 佛手肝 当然我想要特别提一下 佛手肝呢 事实上有另外一种植物 那我们俗称的佛手肝精油 事实上是香柠檬 我想这个大概都知道了 那在这篇论文里面呢 佛手肝精油 对三个品种的梅浆菌 他们都呈现还不错的抑制效果 OK 看起来 佛手肝也完胜了梅浆菌 那另外来看看 其实这一阵子有蛮多人感冒 有一些感冒症状 那我们知道感冒症状其实很多情况 比如说肥炎面球菌 流感嗜血感菌 或者是金黄葡萄酒菌 这篇论文 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做的论文呢 他找到一个北美的植物 我想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应该有种植 是纯形科的 麻薄荷薯的植物 那它的成分呢 其实白利芬 高到75% 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它主要成分是白利芬 好 那白利芬呢 它对刚刚提到的这些菌 都有一些抑制的效果 它的研究里面指出说 这一些精油能够抑制细菌 甚至杀菌 主要是因为它产生自由基 目前知道很多的分类的精油 本来就是有非常好的抗菌效果 主要当然是它会产生氧化自由基来杀菌 我想这个是当作一般的保养来看待 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说 佛手干 茶树 白利芡 很不错 那这个是单方的部分 那各位如果想做一下空气的这个进化 那呼吸道的保健 那林老师过去我们学院 自己内部做的研究 那我们所开发出来的开的精油 它其实不只对过敏 是有一些帮助的啦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说 它抗菌的效果不错 那最近的香浴精油 其实我们里面也用到了 这些刚刚我们提到的 有效的精油成分 会产生自由基的 是可以来帮助各位的 那加上配搭 各位如果做一下肺精 在其他的经络上做一些按摩 或者是在你的口罩的精油扣上 来加上这些精油 甚至在房间里面 你用扩香的方式 我相信对呼吸道的保健是有帮助的 今天大概就是林老师 给各位一点点的建议 不用去担心 我想重点就是我们做好个人的防护 那万一真的不幸感染 当然做家长的会很害怕 尤其梅将军 对小朋友很多的伤害 那但是我想我们可以 预先做一些防护 OK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